台陆军日前施资7.8亿元新台币 委托台军事科研机构采购100架无人机 原本预计在下半年交货 不过据岛内媒体静周刊的爆料 这批无人机在交货阶段是非的时候 频频传出衰机意外 并且多项指标都达不到规格要求 诸多疑点引发外界质疑 据静周刊今天报道 台陆军此次委托采购的是战术型无人机 对规格要求有着相当高的标准 包括最大起飞重量30公斤 飞行制空时间一小时 高度需达到1500米 最大航程60公里 光学4K影像传输等 去年8月 该采购案以3.1亿元新台币 完成130架无人机的招标 现如今却被爆出 在验收试飞时就有8架无人机衰坠 且影像传回地面出现模糊岩石等问题 更夸张的是 验收方式竟然是在原地绕圈 飞满60公里 针对衰机问题 台军事科研机构与无人机厂商陷入扯皮 台军事科研机构承认 无人机确实曾衰落过一次 而无人机厂商却矢口否认 此外 无人机是否存在媒体所言 是非绕圈 双方也是口径不一 另外 对于每架无人机 约300万元新台币的造价 外界也直呼超出常规水平 我认为是贵了 因为弹簧刀300 一架是20万台币 你看差多少 如果弹簧刀600 一架是200万台币 你用哪一种 哪一种 都是比较便宜 弹簧刀600 可以杀乘客的 它可以杀乘客 你就知道它的 它的飞行的距离 还飞行的速度 飞行的高度 此外 据台媒报道 总预算7.8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案中 有3.9亿元新台币 拟用于无人机地面站建设 对此 由党内无人机业者估算 地面站所需的工业级电脑主机等软硬件设备 5000万元新台币就绰绰有余 而台军事科研机构 却计划斥资近4亿元新台币打造 恐怕是全球最贵的无人机地面站 对此